第六章 进入黑暗之地 以全新的眼光来认识悲伤和抑郁 你有没有考虑过悲伤和抑郁的区别是什么? 我曾对一些心理治疗师提起过这个问题 他们给出了各种答案 有些治疗师认为 抑郁持续的时间比悲伤更长 但我向他们指出 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一连几天悲伤不已 而陷入抑郁的时间却仅仅持续一小时 另外一些人认为 悲伤源于对外部事物的反应 而抑郁却来自内心 他有其自身的心理轨迹 但我这样提醒他们 像失去工作或与爱人分手这样的不幸 完全可能使我们陷入抑郁 而我们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感到悲伤 最后 在经过了一些讨论之后 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悲伤是具有活力且容易解脱的一种情感 它是充分体验生活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 抑郁则是一种丧失活力且难以解脱的状态 它会妨碍生活 这一认识导致了另外一个让人吃惊的结论 通过帮助我们真正接受悲伤的感受 以及其他情感 正念练习可以让我们免于陷入抑郁 抑郁的多样性 抑郁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它既可能很轻微 也可能很严重 既可能很短暂 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它可能由环境因素所导致 也可能因先天性格所决定 严重时 它可能让人丧失生活能力 它会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快乐丧失 会摧毁我们的各种关系 干扰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即使在抑郁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 它也可能让我们很难去真正享受并欣赏自己的生活 奇怪的是 有些人身陷抑郁却毫不知晓 这种情况并非罕见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抑郁的人应该是一副意志消沉 毫无生气的样子 但实际上它却可能表现为一种 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精力与兴趣的状态 我们可能会因为小小的打扰而烦躁 因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而内疚 因为自我责备的思想而悲观 苦恼并缺乏决断力 抑郁有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像 失眠 嗜睡 不安 丧失性欲 饮食过量或不足等身体症状 抑郁的影响有时很微弱 以至于我们只会感到有点疲惫 烦躁 不太想与外界打交道 就算你认为你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抑郁的人 正念练习仍然可以帮助你 在负面情绪出现时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它们 为了能更清楚地认识到 为什么它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我们可以先花点时间来观察一下 抑郁是如何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请使用下页中的那份记录表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大多数人认为 他们至少偶尔会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有所体验 尽管很多内容有可能来源于身体方面的疾病 不健康的习惯 焦虑或专注力方面的问题 但如果其中很多方面的内容同时出现在我们身上的话 抑郁往往是引发这一切的元凶 抑郁记录表 一 极少 二 有时 三 经常 四 平凡 五 大多数时候 根据从一到五不同的程度来评估下面每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我感到悲伤 情绪低落 不快乐 我发现自己在不注意饮食时 就会发胖或变瘦 我对一些原先看重的事情失去了兴趣 我觉得自己缺乏精力和力量 我在夜晚不是失眠就是试睡 我感到内疚或良心不安 就算是有什么好事情出现 我也不会感到真正快乐 我很难把精力集中在像读书 看电视 业余爱好这样一些事情上 我有一种被束缩的感觉 我觉得烦躁不安 很难让自己真正得到放松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 我很难做出自己的决定 性生活不再让我有很大兴趣 我觉得自己缺乏活力 很难投入自己的生活 即使在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出现的情况下 我也会哭 我不是太喜欢自己 我很难受到激发或鼓励 我觉得自己已经认命了 我不是太有信心 我不是胃口太差就是吃了停不下来 我不太看好未来 我觉得别人很烦 我厌倦了生活 当你使用了这份记录表 关于抑郁的记录表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本章其余部分的内容 将会讨论抑郁出现的各种方式 以及如何让正念来帮助我们应对它 我们可以通过正念来拥抱悲伤和其他一些情绪 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抑郁之中 你可能会非常吃惊地发现 如果你能以正念的方法来应对抑郁的话 它甚至有可能成为一次唤醒你心理或精神世界的机会 或许会有这样的可能 一项特定的练习方法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它可能并不适合你当前的具体状况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让你来决定什么时候适合尝试什么样的方法 每个人的情况具体不同 因此你要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尝试 同时还要相信自己对特定时候的特定需求所做出的判断 在抑郁已经干扰了你生活的时候 其他一些应对抑郁的方法也有可能让你从中受益 如心理治疗 药物或者某种更加具体的自助方法 我会在本章后面谈到你应该如何来决定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以及怎么样来得到它的方法